01岁高年去世 真的是一个喜丧 而这位人士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是上海的著名第一提琴手 郑德仁先生 在101岁高年去世 但是说起这位去世的老人 真是一份传奇 他是年轻时候就加入到上海最早的华人爵士乐团 在整个音乐生涯当中 笔根不错 写了很多好的作品 是一个得意双心的老艺人 他年轻的时候和上海滩的那些著名的音乐人 歌手明星打成一片 经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 在他的眼中那些像周璇 像那些著名的歌手 其实生活是比较单纯的 并没有像传言当中的那么复杂 这些事情是老一代人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要流传至今 那郑德仁先生在1956年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轻音乐团 而轻音乐这个词就是他翻译的 这也是留下了一个 这可能是他的人生最大的出彩的地方 我自己都很想翻译一个名词 让这个名词一直都存在下去 那我觉得我也翻过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单词 其实是世面上并没有人去用的 但是有的单词是别人也这样翻 我也这样翻 但是没有形成这个主流 像郑德仁先生翻译的轻音乐 就传颂至今 我们仍然在用这个名词 而每每听上轻音乐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过去的所谓淋漪之音 而是积极向上的音乐